鋪鋪鋪牌 都是正常的對不對 都沒有問題嗎 對 不知道 確定嗎 答對了 答對了 知道 全部都是你 會這樣 嗨 今天表演的是一套非常厲害的魔術 我這裡有一個鋪鋪鋪 每張畫設定數都是不一樣 現在我請你幫我一個滿 就是啊 我等一下像這樣子隨便切一下牌 或者是呢我可以把它洗牌洗到非常的亂 好 那現在你幫我一個滿喔 就是我這樣切一次之後呢 我讓你猜一下這張是什麼牌 你知道嗎 回答我 你一定不知道對不對 答對了 你好厲害喔 那老闆也不知道這一張呢 像這樣子把它放到鋪鋪牌的正中央去 我再問你一次 第一張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對不對 沒錯 就是不知道 太厲害了 接下來我切了兩次牌喔 甚至請你幫我記住他這一趟 看到他 記住他是什麼牌 我猜你一定還是不知道 絕對不知道 因為他變成了不知道 哈哈 好 我們來玩一點有難度的好了 就是了 老闆鋪牌 像這樣子分成了四等份 第一等份的第一張你不知道嗎 沒關係我的理解 第二張呢 也不知道 第三張不知道 第四張還是不知道 這時候有人會懷疑說 是不是每一張都是不知道啊 錯了 非常的正常 都是不一樣的 好 沒有任何問題 那接下來呢 這樣好了 我隨便切個題詞之後 第一張是什麼牌 你不知道的在我的理解 那我來表演一個特技 就是呢 我把不知道 像這樣子插進去之後 我問你 不知道插進去會變成什麼 會變成 知道 那把知道再給插回來之後 會變成什麼 又會變成 不知道 非常的厲害 好啦 老師告訴你啦 我問你啦 這套魔術叫什麼 你知道嗎 不知道對不對 沒錯 這套魔術 最終都不知道 因為它全都是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